今集的主角是秦二世胡亥 即秦始皇的兒子 秦始皇統一六國 他希望萬世不絕 這個帝國可以千秋萬世 所以他是始皇帝 他的兒子繼承帝位 就是秦二世 然後當然希望三世、四世、萬世不絕 但是這個統一的帝國 維持只有十五年 秦始皇做了十二年 他的兒子胡亥做了三年 秦代是蓄亡 有人說是暴政蓄亡 說起秦始皇這個兒子秦二世 我們就要說這個史記的始皇本紀裡面 的一段記載 這段記載就是秦始皇 其實也是一個很迷信的人 對於國家的前途 自己的壽命 全部都要求神問卜 這段記載是這樣說的 他說 他說是燕人、盧生、視入海環 以鬼神事 因奏陸圖書 若望秦者、湖也 此皇乃是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激湖 略取河南地 始記始皇本紀的這段記載就是 秦始皇派這個盧生入海問鬼神 測下秦朝的前途 結果回來告訴他 有個語言五個字叫亡秦者胡亥 會令到秦代複亡的就是胡仁 這個是秦始皇的理解 於是他就派兵三十萬 由這個蒙恬大將軍宿領 向北攻擊這個匈奴 略取河套以南的地方 這個又得著了 攻城掠地 但是秦始皇這個理解 後來有一個人認為他理解錯 這個就是東漢的經學家鄭元 這段是培恩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 已經是幾百年之後的事了 還不是事後孔明 這段說話怎麼說呢 就說鄭元曰 胡胡亥秦二世明也 秦建圖書 不知此為人名反秘不胡 這一段鄭元的說法就是 秦始皇見到 這個燕仁奴生所奏的圖書 說亡秦者胡也 他不知道這個胡是人名 而且是胡亥秦 即是秦二世的名 以為這個是兇奴的意思 北方的胡人的意思 他不知道所謂亡秦者胡 原來是亡秦者胡亥也 鄭元真是事後孔明 因為事實上亡秦者真是胡亥 這個敗家皇帝 但是你事隔幾百年 秦都亡了很久 然後你這樣說 那當然是事後孔明 但是無論是否事後孔明也好 那之前真是有 亡秦者胡也這五個字的出現 也比東漢的鄭元 可以有一種所謂事後孔明的依據 我們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也是 胡亥真是亡秦者 亡秦者亡亥也 秦代之所以蓄亡 是亡在秦二世的手裡 他當三年皇帝 這個統一的帝國就崩潰 假如太子扶蘇 沒有被這個太監趙高所害 秦二世是扶蘇 那歷史就可能要改寫 這個是假如 但是歷史是沒有余果的 客觀的事實就是 胡亥這位超級窩囊廢 這位二世祖 就是令秦這個帝國崩潰 他是一個敗家的皇帝 但是秦二世繼承秦始皇這個霸業 在當時那個環境底下 其實他是聰明的 他應該利用李斯和趙高的矛盾 去鞏固他自己皇帝的地位 就不會讓趙高可以胡作非為 而這個天下就可以控制在他手裡 但是這位秦二世胡亥 就是一位絕頂的笨蛋 歷史對他的評價是一點都沒有錯的 在西漢有一位政論家 這位大的文學家、思想家 也是一位政論家 賈怡寫了一本書叫做新書 新書裡面的過秦篇、過秦論 分析這個秦代速亡的原因 這篇文章是非常精彩的 很值得後世的統治者去參考的 但是我們看看歷代的尊制皇帝 當他們的腦袋 只是想自己的權位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吸收這個歷史的教訓 不會去吸取秦二世 為甚麼做三年皇帝 那帝國就會崩潰的 這些歷史的教訓 我們今時今日看回 賈怡新書的過秦論 真是覺得很有時代的意義 文章很長的 不過其中有一段 我必須要在這裡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精彩的 這段說話說甚麼呢 他說 金秦二世立 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 負寒者利樹渴而機者金租漢 天下之潮潮 身主之知也 此言勞民之意為人也 這段說話其實是在過秦論裡的其中一段 整篇文章是很長的 都是分析整個秦代之所以複忘的原因 是一篇政論 二千多年前的賈怡寫這篇政論 是值得二千多年後的人去參考的 先說回原來這個故事 他認為秦二世就是做皇帝 其實他可以做得好一點 因為這個條件非常有利 怎麼有利呢 他說秦二世立 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 大家僑守盼望 對這個身主有期待、有期望 因為前面那個秦始皇已經很壞了 暴政令人民水深火熱 換了皇帝,換人做做漢 換了皇帝,大家就對他有期待 先有這樣的條件 你還沒做壞事,大家就期待你做好事 所以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 這句才好事 負寒者利樹渴,而姬者金租康 當時這樣的環境已經慘得沒有人有 秦二世做皇帝 寒者,即是說你姬寒交逼 先說個寒 寒者利樹渴,而姬者金租康 你隨便給他穿一些粗衣麻布 他都覺得可以遇寒 這 murderer不是那些人嗎? 他肚餓嗎? 給他讓祖康去吃 他都是一下,以後其他人 是否,以後其他人 很吃 Recht 即是讓他們小殷小惠 這些人民 已經會擁大利 天下之萧萧 新主之之也 这是一个乱世 在这个乱世底下 这个新主新的皇帝就真的有所憑直 这个乱世就是他的憑直 在一个乱世里面大家就渴望和谐 此言奴民之意为人也 就是说受到劳苦的人民 是水深火热的人民 给他一些小恩小惠 他都当你是大恩大德 假如这个评论 其实就是说这位秦二世是蠢得家令一 他不懂利用这个客观的环境 大家对那个新主引领以望的时候 做少少好事 反过来秦二世是倒行逆施 比他老爸差 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奴民之意为人也 他更加不知道寒者利书渴 基者金租康的道理 我们讲这一段文字 其实我也有很多感慨 董一世倒行逆施七年 七年多因为脚痛而下台 曾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正 今曾二世立香港莫不引领而观其正 所以他民望就很高了 韩者利书渴 基者金租康 曾特首给小恩小惠 这些香港人 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他一定不会比董建华 天下之潇潇 香港之潇潇 香港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乱世 因为被董建华搞乱了七年多 这个就是新主曾荫权之枝也 他之海贫籍的地方 所以曾生 我真的很希望你读一下中国的历史 这些旧书 好像假怡的新书 这是二千多年前的一位政论家的作品 你说欧文现在所引述这段文字 如果曾生看了 或者现在当政的人看了 或者现在政客看了 都无所感的这些人 全部都应该掃去历史的垃圾堆 很简单 如果你这样也做得不好 是吧 那你就会像秦二世那样 是粗亡